马上来关心最新的台风动态 今年第18号台风山土儿 在今天的11点半 已经增强了一颗中度台风 朝着我们台湾来势汹汹 而且强度不断地在增强涨胖当中 要注意到的是 现在上行东北季风之下 这颗台风出现着V型的北斩角度 关键就在于这冷高压接近当中 那么这样的路径其实也预告 这东北季风共伴的情况 很有可能发生 也代表明天星期一开始 各地的风雨将会逐渐地增加 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海景单 气象署在今天上午的8点半 发布了海上警报 那么预估最快在今天的深夜 到明天的清晨 路上警报就会跟着来发布 我们来看到这颗 今年第18号中台山土儿 目前它的方向朝西北 整西北溪来前进 近中心的最大风速 来到了每秒33公尺 瞬间最大真风 也已经来到每秒43公尺 注意到它的七级暴风半径 也来到150公里 在未来几个小时 还会不断地增强涨胖当中 很有可能会来到一个强台的等级 甚至直逼250公里 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目前各国的路径 看起来还是有一些分歧的 包括在欧洲跟中国这边 目前还是预估 这颗山土儿可能会从我们南部的 恒春这一带来登陆 并且来北上 那么如果真的从南部地区登陆的话 全台的风雨都会很显著 但是目前我们的中央气象鼠 看起来还是预估它会从我们 东部的海面朝着北上来前进 那么如果是采取我们气象鼠 这个预估路径的话 那么北部跟东部将会狂风暴雨 风墙宇宙 雨炸东北地区 来看到最新气象鼠预估在未来 120个小时之内 暴风圈清洗的几率 目前全台已经来到了八成以上 注意到蓝雨地区更来到了百分之九十九 所以周二周三放台风架的几率都是在的 那么现在真的有山雨遇来的感觉 从周一到周三开始是台风最为接近的时候 周二周三整个暴风圈会是风雨最猛烈的时候 一直要到周四过后 台湾才会慢慢脱离这暴风圈的范围 雨时才会比较的缓解 进一步来看到今天星期天各地的旅游气象 包括在北部地区已经感受到了风雨 在中南部地区的雨势目前还没有这么明显 各地的温度来看到 北部地区落在25到34度 中部地区25到34度 南部地区26到32度 东部25到30度 外岛地区26到33度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